怎么了 肚子疼 特别的疼 怎么会肚子疼 不是 我带你去医院 慢点啊 怎么了 他肚子疼 是不是吃坏什么东西了 不知道啊 就饭碗粥啊 阿姨我先送他去医院啊 慢点 你坏了 怎么样啊 长得跳舞 去 杨业丽的家属在吗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孩子可能有危险 你不记得紧急 大美怀孕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大美真的怀孕了 双胞胎 妈 怎么了 没事吧 妈 怎么了 到底 梁子 这可怎么办 不是 妈到底怎么回事 鬼小花 真的鬼小花 是 不是 有 什么意思啊 你说你想喝粥 让我来煮 犹兰 你只好问清楚 你去找医生 妈 你怎么那么糊涂呢 我早就让你不要管这些事情 你为什么非要管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手 我哪知道大美她怀孕了 谁知道她要喝那个症啊 谁喝都不对啊 妈 这么多年你一直辛辛苦苦的 我一直想让你过得更好 想好好地孝顺你 可你为什么非要去干涉那么多事情呢 我跟你说了我能处理好 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 为什么三番五次的不依不饶呢 你非要把我给逼死了你才罢休是吗 你以为我愿意吗 那个当妈的不想让自己的孩子 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可是你要跟那个小花 就得过一辈子的求日子 你就甘心了 不是 你就非得让我跟赛小花分手是吗 你非得让我们俩分开了 你才可放手是吗 不是 啊 大梅 你醒了 没事 孩子保住了 没事了 没事了 张宏呢 她没来吗 她走了你忘了 其实 其实你这么舍不到她 为什么不对她好一点呢 有了 你妈到底想怎么样 她对我是有多不满意呢 总是要跟我过不去 上一次买菜 这次居然还下药 她到底想怎么样啊 你跟你妈能不能好好谈一谈 这一次幸好大美没事 她要是有事的话 我真的跟你们没完 小花 我们分手吧 分手吧 对我妈不好的人 我不能接受 你觉得我对你妈不好是吗 我对她没有过半点怠慢 也没有过半点不尊重 你居然觉得我对她不好 我只能说你言瞎了 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想翻手 真的只是因为你妈妈 다양戌 你还好 那你妈妈 是你妈妈 你妈妈 再寻找你 我这是你妈妈 我 还好 你给我 我 你一个人在这吃喝挺逍遥啊 你们家老太太到处找你 电话都打我这儿来了 别理他了 给我 不就想喝醉吗 我赔了 跟小花分手了 你妈都告诉我了 你为什么不去跟他解释清楚啊 这么伤害他 你心里好过吗 至少这样 他会恨我吧 他恨我 就很快把我给忘了 他恨我 很快会有新的开始 可你能忘得了他吗 他 你别骗自己了 你喜欢小花很久了 我一直都知道 只是一开始 我不甘心承认而已 一直到你们两个真的在一起呢 我心里特别难过 可是我还安慰自己说 两个友情人能在一起 也挺好 你心里明明装着小花 你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的对待他呢 不就一点外债吗 有什么难的呢 你以为你这样推开他 这就是高尚吗 这就是爱吗 你屁 你根本都不懂 有什么难呢 是啊 对你当然不难了 六十多万 对我来说遥遥不及 再加上每个月的利息 我根本就承担不起 我要还多久 五年 八年 我根本就无法想象 让赛小花和我一起去欢 这对他不公平 喜欢一个人 是想让他过得更好 不是吗 我凭什么让赛小花 跟我去过这种苦日子 有今天没明天的 你以为我想伤害他吗 我看到他难过的时候 我就站在他的身后 我想过去给他披件衣服 但是我不能 你知道吗 我对他冷言冷语 可是我心里 比他更疼 可是没办法 我必须要伤害他 我必须要伤害他 必须要他恨我 有我在 他就过得不好 我没有资格 我没有资格去喜欢别人 因为我什么都承担不起 更别说以后要结婚 生孩子养孩子 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我这样的人 是没有资格去谈什么感情的 他对我那么好 我根本就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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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太迷人了 我叫他为主 我根本就不配 旁边的 她的姿 我没有一顿 他想过一个灵点